议员黄石龙今天举行记者会公布中油桥头公油镇 在国庆假日漏油污染后近溪的实况搜证 他从昨天早上发现漏油到通知环保局中油前来处理 到今天早上呢河面污染的情形 24小时全程记录 环保局昨晚确认中油为污染源之后呢 已经对中油开出了60万元的发环 国庆日早上9点40分 黄石龙接获民众检举赶到污染现场后近河 隔了一个小时 河面污染逐渐扩大 又隔了一个小时 后近河面油污扩散的情形 这是下午2点中油终于有人出面 但不承认漏油 下午3点中油派人用细油布盖住了污染河面 当晚中油派出了抽油车 分别在下水道及河边调查漏油情形 这是今天早上后近河的最新污染情况 这就是黄石龙自昨天早上接获民众检举 中油再度漏油后 对中油处理情形所做的24小时全程搜证 黄石龙及议长许坤源都严厉指责 中油漏油污染高雄的行为 中油的钓鱼说不明不休做好环境保护 这要改善 这要改善不明不休污染高雄市民 落后的污染 没有落后的污染 晴天也放 太阳大天也放 晚上也放 早上也放 不知道当时还要不再放 一百坑四年 中油绝对要签证就对 没有签证 我心里国民党的医院 的医院 我还要跟黄石龙之后来控制 要来围掌 而黄报局在昨天晚上进入中油厂区 确认中油为污染源之后 已经当场开出60万的法单 至于发生漏油的原因 中油至今不愿证实 也不肯承认 环保局则表示 已经派人进驻中油监看 如果再漏油 环保局除了可连续处罚之外 也可依情节轻重 勒令停工 港东新闻王金士 王少宇采访报道